警察節前夕賴清德直奔派出所表心意 送上荔枝当伴手 派出所也准备清德专属杯做回礼 而副总统都来到派出所了 除视察工作环境外 细属政绩是必须 毕竟賴清德的对手之一侯友宜 警察出身 至于另一头钱警察本尊 当然不能输 清德出席战警片记者会 直求对决 侯友宜强化自己的正义警察形象 而影片中不只重申自己唯一目标 就是捍卫中华民国 这一段更是耐人寻味 这是在间接回应自己的民调吗 尤其面对接连几份老三民调智库执行长 柯志恩也强调没外界说的那么糟 侯市长并没有向目前所公布的民调 差距这么大 我觉得他目前为止应该还是在第二个阶段 市长的确是还有他的撑点 国民党否认侯友宜是老三 但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政党支持度调查 却也显示一个月内民众党超车国民党 国民党老二变老三 而尽管民进党不管是政党支持度 还是赖清德民调 目前虽稳做第一 不过党内不敢大意 秘书长就在内部会议直言 虽然后友宜往下走 但他也不是那么坏 毕竟国民党执政县市多 基层实力没那么弱 总统大选烂绿持续过招 至于柯文哲暂时被搁置 TVBS新闻张娇宝柔 陈胜文SNG小组台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